7月23日晚,电视剧甜蜜暴击开播,这部漫妄改编的中二青春剧受到了网友非常大的关注,不只是因为主演是陆寒和关秀同两位人气偶像,更因为两个人正式通过这部剧擦出了爱情的火花。 然而估计很多人没能坚持到两个人开始对手戏,刚才五分钟就要气聚了,运动题材注定草点满满从第一个镜头开始,前两集从头到脚,都透着别讲和尴尬,两个主演,陆寒缺少量刚气,管小彤同样没有运动员该有的气质,尽管是改编漫画,是不是也可以大胆的换一下运动? 偏偏是拳击,第一集开场的拳击赛就漏气了,两个姑娘身上没有一点肌肉,花拳修腿,给到的腿部特写都能明显看出下盘不稳,显然请来的拳击教练也只是娇娇样子,演员们连基本功都没训练,拜托你们能不能想一想张家辉? 彭于也在拍击战的时候是怎么训练的?第一场戏还有一个细节,那就是关小彤的短裤,上面绣着大大的坤字样,试问这种正规比赛不需要统一的服装,绣上女王你就是女王了吗? 主角光环可以忍,但用这种拙劣,尴尬的手法实在不能忍,而女王这个个在前两集至少出现了三次次,一群记者围着关小彤,嘴里还不停的喊女王,女王? 好像都秒变粉丝,这是媒体被黑的最惨第一次,而围绕拳击的逻辑也非常混乱,在正则学校里,关小彤是演的方宇治拳,机设,宋小米是台拳道社,很显然,方宇在这座三流民半体校里学的是拳击,可是前面的比赛手脚并用,还有回旋期,明显是自由搏击的路数,编剧敷衍的令人发指, 而没有意思,杨刚希的陆寒还没走上全台,那种画面真是不敢想象,人设全面崩塌人物塑造,可以说是电视剧的根本,人物立住了,故事才能立住,但甜蜜暴击成功的做到了每一个角色都垮掉,先说陆寒是演的明天,靠餐厅打工,拉扯两个弟弟,在寸土寸金的澳门住洋房,活成一个偶像, 早晨出门前接两个鸡蛋,眼神里透着幸福的味道,我想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,从出场的第一场戏,他的角色塑造就已经垮掉了,更尴尬的是,他的中二和他本应有的成熟机不相符, 15分钟送完三个餐,试问换成谁还有心情要解张秀车记,路上遇到拉不住车的老奶奶,不先放着拉车,而是解路上的水果,你是脑残吗? 接着转场到深圳,草点更是多道庆祝难书,离开澳门到深圳,直接就把两个弟弟送进梧桐学校,一家三口还真是不识人间烟火,深圳小学的陆寺县编剧是不是应该了解一下, 但说今年的小学分数线,学区没有房单不满五年,都有可能进不去公立小学,明天的两个弟弟是怎么进的学校,再说他们的住处,编剧和导演显然没和外联做好沟通,没稳价格,明天在剧中住的这种双层大loft在梧桐小学附近,毗里梧桐山,月租金至少在五千左右,试问一个连工作都没有,靠送餐, 没吃家用的,明天买来的钱租这么贵的房子,导演完全不懂接地计三个字,为了成全陆寒的颜值和光辉形象,连罗姨都不顾了,再说方语,能把颜值这么高的女生塑造得让人如此讨厌,导演是编剧和导演的本事,她从小被当男孩养,有心理阴影,长大变成女汉子,外表冷漠但内心脆弱,这种人设是可以的, 但表现出来不讨喜不说,那种我有钱我有你的样子尴尬到了极点,说好的青春,热血和正能量呢,就算为了救小女孩,却要踢翻水果车显示你功夫好,难道第一个下意识的做法,不是扶住车子吗? 把人家水果汤踢翻了不帮收拾不道歉,直接淘出一把钞票,这是二十岁的成年人们做出来的事,结果还好像自己很委屈,很有理,编剧你的世界观和价值观,已经扭曲到外太空了, 至于诸如良性和价可,全校女生的花痴,上了大学还在考校学生的奥数题等等,让人笑掉大牙的漏洞版出,就不一一列举了,快承认,是不是已经有观众给你击刀片了? 演员全程大演人士糟糕,剧情漏洞版出,演员更是全程大演,就算有张双利这样的老戏,孤独就不回来,他是颜芳于的爷爷,倒是有大公司老板的气场,但说着糟糕的台词,也难免得连苦话,其他演员已经无理吐槽了,不努力,不训练,面对运动题材上来就演,就已经注定全盘狂掉, 管晓彤全程都在面无表情的装裤,和爷爷对抗的那场戏,本来是有很大发挥空间的,但看不到他一次的情绪带入,陆寒呢,全程除了傻笑就是走眉,他的演技真的需要好好垂润一下,看完两集只记住了他那张被过分美图的脸,另外,前两集就已经出现了大量替身,管晓彤替水果车身替身,这个可以理解, 他那个小胳膊小腿,就算以为亚人很难完成这个凑踢的动作,但在卫生节里,他踢陆寒的那一脚竟然也要用替身,注意,这里踢到身上时,镜头切换给了一颗特写,被踢的人显然不是陆寒本人,真不知道整部剧出了陆脸之外,两个人到底用了多少替身,几乎每一场戏都尴尬, 每一场戏都充满淘点,从豆瓣反馈来看,厘性的观众都打一星,被顶到热评的网友说,一星都不想给,陆寒的粉丝则选择四星和五星,目前豆瓣还没开分,预测分数打开后很难到五分,相比而言,杨逆的扶摇,宇正的延续攻略,还有无美的杀孩,都算是佳作了,这样的甜蜜暴击,你还会继续追吗?